今年有很多台灣藝人都發展食品副業 李懿也不例外 創立自家牛肉麵品牌 這天他出席宣傳活動做一日店長 現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樣的麵食品牌 競爭那麼大 不知道李懿有沒有壓力呢 像現在這種即食麵的市場 其實競爭還滿激烈 自己會不會擔心 我不擔心 因為我賣的是湯麵 我沒有賣乾麵 所以我覺得市場上 還是有一個不一樣的區隔在 當然我也覺得人家說 那你為什麼不做乾拌麵 我覺得說我真的是這樣 就是我沒有感覺的東西 我就可能不會去做 那我覺得牛肉麵 因為是我自己最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我講過 我最喜歡就是牛肉麵跟滷肉飯 所以後面我們也會做滷肉飯的東西 但是說現在的先生就當 我就把牛肉麵先做好這樣 李懿和台灣藝人六月蔡君如結婚多年 雖然一開始不少人都不看好 他們這段姐弟戀 不過他們用行動證明 他們相當幸福 李懿表示自己做生意以來 老婆六月一路都非常支持她 那六月吃了有什麼感覺 她很喜歡 其實她蠻喜歡 然後其實蠻多建議都是她給我的這樣 就是我們當初在包裝上的設計 其實她也給我一些想法 對啊 那我覺得現階段她就蠻開心的 就至少說我現在很忙 我最近真的很忙 那她覺得至少是在我 很喜歡的事情上面 然後她現在很有面子 是因為她現在錄影嘛 然後她就會說老公你幫我準備什麼面 我朋友要什麼面你幫我寄給她或什麼的這樣 李懿踏入飲食界也希望盡力做到最好 她已經考了台灣中餐和西餐的秉級證書 現在還著手準備考取中餐乙級證書 對我現在在上那個中餐乙級的證照課 然後明年要報考 今年就是要考乙級的課程 那老實說其實這個乙級的課程對我來講 我不是說因為我要當廚師或幹嘛 我只是希望就讓我一直講 就是希望給理想主義的消費者 覺得我是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李懿是真正在跟你玩真的 就是我們至少我要先會嘛 所以我才能去讓我的消費者信賴我們